大家好,我是恩兴月Johnson 今天是2020年2月17日 想简单来一个新闻的短评 题目是赌场重开,外固要隔离14天有争议 如果你是博企的话,你会怎样做呢? 事愿特区政府在今天下午公布了两个重大的消息 就是2月20日凌晨开始,赌场可以重开 如果博企觉得条件未够的话 可以延迟多30天后才重开 简单来说,政府将行政命令变成博企的商业决定 而第二个,亦是2月20日凌晨开始 所有外固如果在入境澳门之前14天曾到内地 就需要在卫生局指定的珠海地点内 医学观察即隔离14天 取得了珠海卫生部门发出的无感染 武汉肺炎即新型冠状病毒的医生证明后 才可以进入澳门 两个措施都有争议 亦都说明了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特区政府自从武汉肺炎开始应对的时候 所推出的措施,社会大部分都比较认同,比较接受 对政府的信心都比较大 但是今天公布的两个措施,似乎坊间的反应相当大 反对的声音都是不少的 是不是说明了特区政府,即新一届特区政府 他们的蜜月期已经过了呢? 其实这里值得注意 我认为开始有些转变了 因为随着疫情的转变,政府应对措施 跟不跟得足,跟不跟得贴 而且是否符合社会或者人民的意愿 开始出现一些分歧 今天公布的两个事项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 市民对这两项的措施都有不同的声音 当中有不少是反对的 当中举些例子 譬如第二点的措施,外雇 如果十四日之前去过内地的话 就要去珠海隔离 不包括本地的居民和旅客 这两方面是很难去自圆其说的 为什么政府会有这样的举动呢? 就是他们说明他们怕内地复工 或者澳门已经开始复工的时候 有大量的内地雇员开始入关的时候 会带来一个风险会更加提高 因为内地现在的疫情依然相当严峻 既然他们认为内地依然是严峻 而本地的居民又不用呢? 旅客又不用呢? 就澳门居民来说 可能大家都会理解也都知道原因 因为可能那些人就是 他是本地的居民在澳门上班 但是他的常住地就是在珠海 变成如果你限制了他十四日 必须要接受医学观察 即是隔离的话 可能对他的工作 对他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澳门人是不可以拒绝他回到澳门的 这里大家都可能会有点理解 但是旅客呢? 如果你们觉得内地现在的疫情已经严峻到 必须要进一步来收紧这些措施 那为什么旅客又不行呢? 这方面政府就很难自圆其说 政府也没有一个很充分的理由跟公众说 当然我们在说限制的旅客 其实是针对如果他去了内地 如果他没有去过内地的话 从其他地方飞来的话 问题就不大了 所以这件事其实政府很难去说 为什么呢? 因为特区政府一直以来的措施 开中明而打响了旗号 希望他尽量减少两地 即澳门和内地之间的人员交往往来的数目 不希望增加越频繁走来走去 增加疫情扩散的风险和危机 社民司司长欧阳玉回应记者的时候 也有说过 如果疫情进一步扩展或者依然这么严峻的话 也会考虑如果澳门的居民入境澳门的时候 也需要家居隔离14天 也是一个愚港 但他没有交代清楚 到底当局的观察又如何 到底以什么来做一个衡量的标准 也没有说得很清楚 政府要紧密地看着疫情进展 因为开始社会对你的措施质疑越来越大 之前那种信心如果一打破了的话 将来就会后患无穷 现在赌场在2月20日 星期四凌晨重开 坊间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譬如有人说 赌场又可以重开 但是为什么公园或者公众地方 又不可以重开呢? 我们当局常常呼吁 叫人不要去聚集 在公园聚集 有少少人而已 就说聚集就要谴责 或者要劝他们走 或者这样的情况 赌场开的话 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不是更加危险吗? 网民或者市民就有这个质疑了 另外就说了 其实你叫博企开 博企都未必肯开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当局的数字 2月16日 其实真正正正的旅客 只有2,800个 其中有1,400个是内地来的 其实你现在开来有什么用呢? 因为根本就没有客 如果没有客的情况之下 不开就比开 因为一开了的话 灯油火纳一样都是浅 反而不开的话 这里省下一点 作为博企 未必一定去开 其实网友的质疑 都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 到底特区政府听不听到呢? 我相信现在他们有看到网页 有看到上Facebook 或者上其他的话 应该就听到不少的反对声音了 到底他们怎么去决定呢? 现阶段 其实特区政府已经说了 没可能今天说明天收回的 那怎样呢? 其实正如我一开始说 简单的赌场来说 就是将政府的行政命令 变成了博企的商业决定 一方面来说 减轻自己在政治上 或者经济上所承受的压力 始终这是一个私人市场 但是站在博企来说 这就相当艰难了 博企处于一个多难的局面 我们不妨拉一条线来说 最极端的就是我们马上重开 叫所有的全联络上班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继续和政府申请多 然后多30天再重开 中间落幕就是 我们会开一部分的赌场 比例各自不同 接着会安排 或者叫员工自愿 哪些员工肯上班 我们给他们一些奖金 或者在假期 或者在人工方面 给一些优待 其实就是一个极端 一个极端 中间落幕 如果你是博企 你会怎样去做呢? 一般商业机构 都是这样考虑的 特别是一些大机构 第一 他们会考虑 员工生命安全 第二 会考虑自己的相遇 第三 也会考虑成本效益 正如刚才所说的 我们从成本效益去说 每天只有两千八个客人 当这两千八个都去赌场 41间分 一定有分不到 成本效益似乎真的不大 所以宁愿他们 真的可能不开 真的比开 就更加划算 第二 商与 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 万一出了意外 在自己的场上出了什么不好的事 比如有员工感染 或者有旅客感染 而搞到封倒场的话 对他们的商与更加重大打击 第三点 就是员工的安全 和整体的运作 我相信员工的安全 我相信现阶段全世界都是说 永远放在第一位 到底他们肯不肯会冒这个险 对于综合这三件事来说 似乎中间落墨的机会是比较高 即是说似乎 因为完全副练去立即开工的话 没有什么成本效益 而且风险很高 如果申请30天的话 似乎又好像太长 未必说得通 所以他们会中间落墨 即是说 会不会向政府申请 不是立即开 或者一个星期后开 两个星期后开 或者是部分开 开一小部分 像证式地开 叫某一些愿意上班 或者给一些奖金的员工 愿意上班的人 像证式地开一会儿 维持着企业形象 我们都有开门来做生意 但是有没有人愿意 收多少钱 或者有些奖金 而在这个时段上班 这一点 就真是各人有各人的想法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作为澳门人的话 我怎么想呢 其实我都希望博企 可以再忍多一忍 为什么呢 正如政府经常都说 现在已经到了抗疫的关键时期 尽量减少人流 不要松懈 既然这样的大气候 大要求之下 不如再忍多一个星期 甚至两个星期 看看情况如何 因为开了都真的没什么用 为什么呢 内地的自由行签注 旅行团已经全部停了 而且有很多地方 还在封城 或者逐步的开放 现在经常说内地是复工 但是也是局部的复工 不是完全复工 有多少客人呢 如果计划成本效益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好处 的话 不如在商与方面想多些 给多七日 即封多七日 甚至十四日 继续出粮 赚回一些商与 记住 2022年将会投牌 全社会都在说一件事 就是希望薄企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如果再停多七日 或者十四日 他们应该承担得起 四日之后再决定 再监控疫情 我想还是有空间 希望各位薄企 认真要想一想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like我 和share 就是对我的最大支持 拜拜